天地翻覆 中国文化大革命史 作者杨继生 第十六章 清查516之谜 文革中整人时间最长 受害者最多的运动是清查516运动 这个运动发端于1967年8月 高潮是1970年和1971年 1972年基本停止 直到1976年才不了了之 受到清查的人以千万计 整死人以十万计 文化大革命简史作者 中央党校教授金春明对本书作者说 我虽然研究文化大革命多年 但对清查516一直不清楚 为什么1967年对首都56红卫兵团问题 已经解决之后还要清查516 为什么九大以后还清查516 清查516是怎样进行的 为什么专案组长李震自杀 这些问题都不清楚 清查516是个谜 将来档案公开了 也许能解这个谜 金春明说 关于清查516的档案在公安部 80年代我曾申请看 没有批准 在档案没有开放以前 这个历史大案不可能完全搞清楚 但是有一点是很清楚的 这个大案是官员整群众 而且目标是对着造反派的 这个运动不仅把造反派的激进分子打尽杀绝 还残害了大批无辜百姓 清查516和一达三反 清理阶级队伍一样 是官员整老百姓的运动 民整官的运动 即冲击走资派 只有一年多时间 官方文革史却大写特写 官整民的运动持续时间之长 被整人数之多 手段之残酷 远远超过民整官的运动 官方文革史却昔末如今 起因激进学生惹起祸端 周恩来在文革中一方面 积极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意图 另一方面也在不违反毛的意图下 成绩对一些老干部 施予一些力所能及的保护 周恩来是支持造反派的 当然这是顺着毛的意图 但周对造反派中的激进势力 也采取了一些压制 1967年春夏 各地造反派都遭到军队的镇压 死了不少人 造反派任为留 邓已经垮台了 在中央一定有新的保守派的后台 那就是周恩来 1967年3月22日晚 在钢铁学院急造红一团的内部会议上 张建奇做了长达一小时多的发言 说周恩来是毛主席的同路人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起了中央文革的灭火器的作用 给中央文革开倒车等等 有30多人支持张建奇的观点 北京外语学院和北京商学院也有反周恩来的活动 文化大革命的刚领性文件56通知 在1966年5月指示案中共中央文件下达 没有公开发表 1967年5月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了 一些年轻人以为1966年56通知揪出了刘少奇 这次公开发表也会揪出重要人物 1967年5月底 北京钢铁学院的张建奇等成立了56兵团 6月2日 张建奇贴出给周总理的一封公开信的大字报 提出23个问题质问周恩来 与此同时 北京外国语学院学生刘令凯 为首的616战斗组公开攻击周恩来 一些激进的造反派认为 刘少奇被打倒以后 主要矛盾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 毛泽东严厉批评二月逆流以后 有人认为周恩来是二月逆流的黑后台 然而 无论是北外616 还是北京钢铁学院56兵团 都是人数很少的学生战斗组 用兵团一词是虚张声势 1967年6月30日至7月1日 这些反对周恩来的学生组成的首都56红卫兵团 在北京外语学院召开了第一届代表大会 大会决议上写道 周恩来是刘邓司令部的议员干将 是中国最大的反革命两面派 是中国最大的卖国主义者 修正主义者 又轻机会主义者之一 解放以来两次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第一战略阶段 他都逃走了 他是12月黑风的煽动主角 是全国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总后台 是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 我国党内出现的一股资本主义暗流的总后台之一 是最近全国发生一连串大规模屠杀的客观支持者 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企图把水搅混 篡党篡军篡正身手来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果实的中国第二个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 我们首都56红卫兵团是与以周恩来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干将谭震林 李先念 陈毅 于秋李 古木等决议死战 1967年8月上旬 中央文革记者站的一位通讯员 得知北京钢铁学院56兵团准备贴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 就将情况报告了中央文革记者站 中央文革记者站北京记者组负责人袁光强 及时向中央文革报告了这一情况 中央文革没有制止 午夜后 56兵团贴出反周恩来的大字报后 马上就有人用其他内容的大字报覆盖上了 几天以后 由七本宇出面叫办事组的专职党总支书记王道明组织人调查56兵团背景和活动情况 调查结果是 一所谓56兵团是北京钢铁学院的一个小群众组织参与攻击周恩来活动的人很少 二有的人怀疑中央文革记者站最早向中央文革小组反映56兵团反总理活动的通讯员 同56兵团骨干分子有密切联系 这位通讯员外出采访用的是红旗杂志记者站通讯员的名义 当时中央文革记者站对外活动都是以红旗杂志记者站的名义出现 因此这事又和红旗杂志社挂上了沟 三在调查中从56兵团骨干分子的笔记本中 发现记载着红旗杂志社编辑周英的电话号码 而周英是红旗杂志社副总编辑官方的妻子 在审查一位516骨干分子时得知 他们同红旗杂志社编辑部负责人林杰有联系 这样又进一步分析 516兵团同红旗杂志有瓜葛 但是到底有什么瓜葛也没有查出什么 8月8日 56兵团在西直门 北海 王府井 师大 农大 政法 商院等处散发把军内两条路线斗争进行到底 19个为什么 等五种传单 攻击周恩来 并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 传单说 扭转了的乾坤我们再扭转过来 恢复其本来面目 8月9日 在北京市许多单位 公共场所 出现了周恩来的要害是被判516通知 周恩来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叛徒等传单 标语和大字报 此间来自长沙的造反派也参加了北京的反周活动 反周活动当时就遭到多数造反派组织的批判和抑制 据当时报道 8月26日 首都及全国在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共1000多个单位在纲院召开 彻底砸烂反动组织首都516兵团大会 会上斗争了56的头目张建奇等5人 1967年8、9月除了召开大会批斗学生中的516头头以外 还抓捕了这些学生 也抓捕了中央部委中的造反派头头和支持造反派的老干部 事后中央文革小组的记者调查组 曾经向中央文革及时写了调查报告 说明56是一个人数不多的组织 已被彻底摧毁 不复存在 9月10日 副总理兼公安部长谢富志在接见中学红卫兵代表时说 516兵团他们人数不超过50人 真正的坏人不超过十几人 可能有后台老板 走资派 9月12日 北京红卫兵召开10万人大会 庆祝粉碎516分子的胜利 到1967年10月 北京学生组织516兵团基本上演旗息鼓了 清查516该结束了 然而 这仅仅是开始 升级扭转形式的战略部署 毛泽东曾考虑1968年结束文革 但是 到1967年夏秋之间 出现了全面失控的局面 武汉720事件之后 各地造反派乘机冲击1967年春夏之交曾经镇压过他们的军队 军队有可能被搞乱 反对周恩来 反对以周恩来为首的旧政府 这使得在文革中维持局面的政府机构摇摇欲坠 大联合三结合阻力重重 新成立的集委会都受到冲击 很多地方的新生的红色政权处于动摇之中 火烧英国代办处 形成了影响很坏的国际事件 在中南海周围建立揪流火线 十万红卫兵 昼夜不停地广播 要把刘少奇揪出来批斗 这是向中央施加压力 武斗不断升级 很多地方发展到真枪实弹的战争 这些乱象 都是响应毛泽东造反有理号召的结果 这些造反派的骨干分子 大多是坚定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 为毛泽东冲锋陷阵的人 至今毛泽东这个政治魔术师放出的魔鬼 自己不能降服 如前所述 武汉720事件后 毛对文革有一个战略转变 即运动冲击的重点 从官僚集团转向造反派中的坏人 从压制保守派到抑制造反派 从放出魔鬼到收回降服魔鬼 抛出王 王、官、七是这个战略转变的第一步 接着就要打击坚持王、官、七看法的造反派头头 王、官、七看法就是毛在运动初期的看法 现在战略转变 这些看法也随之被抛弃 毛泽东1967年夏秋视察华中 华东、华北的讲话就有这个意思 清查516是毛泽东的紧箍咒 造反派不听话 就念这个是造反派头痛的咒语 毛泽东念这个紧箍咒降服魔鬼 结束混乱 他说要警惕煽动极左行为的黑手和反革命 文化革命明年春天结束 不能再搞了 他同意周恩来提出的尽快稳定局势的意见 此间北京市送上有关北师大的一个报告 报告中说有些造反派是坏人 也可能是56分子毛在这句话旁批示 这就好了 毛在批示中还批评北京市不抓516 这就好了是什么意思 有了收拾造反派的办法了 这个办法就得抓516 什么是516 应当是毛说的煽动极左行为的黑手和反革命 然而毛泽东一旦把斗争矛头指向造反派 就由不得他了 和造反派对立的军队 运动初期被造反派整过的官员 集委会中的新贵 就迫不及待地利用毛泽东给的这个机会 做自己想做的事整造反派 群众组织也利用这个机会抓对立组织中的516分子 毛泽东战略转变意图在中央形成了共识 于是 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要员们纷纷出来发表口径一致的讲话 1967年8月11日 陈伯达和江青在讲话中说 五十六是个秘密组织 是个阴谋组织 毛头对准周总理 实际上对准中央 五十六组织 混水摸鱼要提高警惕 有的人想从两方面 左的或右的来动摇中央 9月1日 江青在北京市集委会常委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不能再搞大串联 要求造反派在本单位搞抖 改 要相信军队 他讲到五十六以极左面貌制造混乱 9月5日晚 康生 李富春 江青 李天佑 姚文元 曹义欧等第三次接见安徽群众代表 江青说 目前拿北京来讲就有这么一个东西 我叫他是东西就是因为他是反动的 就是反革命组织叫五十六 他利用了青年人思想上的不稳定 而真正的幕后人是很坏的人 接见后 安徽两派群众组织表示热烈拥护和贯彻执行 中央很快发出通知 批转安徽批派和巨派热烈拥护和贯彻执行 康生 江青同志的久无指示 这个通知说 目前 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正在玩弄阴谋 从右的方面或左的方面 或同时从两方面来破坏以毛主席为首的 无产阶级司令部 破坏人民解放军 破坏革命委员会这个新生事物 各个革命群众组织必须提高革命警惕性 同那些蓄意挑拨离间 混水摸鱼 挑起舞斗 大搞破坏活动的坏头头 黑后台划清界线 揭穿其罪恶阴谋 不让他们搞乱我们的阵线 干扰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要员们同时发声 批评极左 批评怀疑一切 他们批评的正是一年前 他们大力支持的造反派 1967年9月8日 发表了姚文元署名的文章 凭陶著的两本书 这篇文章说陶著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和思想情感文采 这两本散文集是刘少奇黑修养的姊妹片 这时陶著已经被打倒 在全国高呼打倒刘邓桃 的时候 发表这篇文章没有引起人们特别的注意 但是在这篇文章中有一段话 却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请同志们注意 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取了这个办法 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 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 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挑拨离间 混水摸鱼 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所谓516的组织者和操纵者 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 应语彻底揭露 受蒙蔽的 不明真相的青年人要蒙醒过来 反戈一击 切勿上当 这个反革命组织的目的有两个 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 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 专政的主要支柱 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这个反革命组织不敢公开见人 几个月来在北京藏在地下 他们的成员和领袖 大部分现在还不清楚 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 写标语 对这类人物 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 不久就可以弄明白 这一段话中这个反革命组织不敢公开见人 对这类人物 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 不久就可以弄明白 是毛泽东在审定姚文元的文稿时亲自加上去的一段话 这篇文章毛做过三次修改 完全体现了毛的意图 毛亲自修改 审定的平陶著的两本书中 列出的516的两条罪状来看 分裂中央领导 击反周恩来 反对解放军 这两项是造反派中激进的一役的行为 毛泽东搞文革 一是离不易军队 二是离不开周恩来 军队是保持政权稳定的注实 没有周恩来主持政务 国家机器难以运转 没有周恩来执行 毛泽东的意图难以贯彻 毛泽东向全国发出了清查56反革命阴谋集团号令 一场大规模的血腥镇压终于开始 清查516的几个高潮 第一个高潮 1967年8、9、10月 8月17日 通过北京钢铁学院的群众组织延安公社 抓捕了516兵团组织部长李芳、女 8月20日 又通过钢铁学院延安公社 抓捕了516兵团头头张建奇 在此期间 其他一些516兵团的学生头头也相继被捕 抓了学生以后就抓黑后台 9月4日抓了外交部的副部级干部陈家康 9月5日抓了外交部和机要局的王焕德 外交部抓人都是经周恩来同意的 此外 穆辛、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光明日报总编辑、林杰、红旗杂志编辑 周景芳、北京市集委会常委兼秘书长 赵毅亚、解放军报总编辑和潘子年 吴传奇、林玉石等学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左派 都当作516的黑后台一个一个的被投入了监狱 9月12日 学部革命大批判指挥部召开愤怒声讨潘子年 吴传奇、林玉石、洪涛反党集团罪行大会 10月26日 中央军委办事组开紧急会议 会上传达军委首长指示 要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取缔反革命组织56兵团的决定 军委办事组表示 不吃饭、不睡觉 也要把这些反革命挖出来 挖不出来死不瞑目 军队清查516 目标对准1967年513演出的充派 集军队内的造反派 充派是军委办事祖皇、吴、叶、李、邱的对立面 清查516的第一个高潮之后的几个月 似乎没有大的动作 1968年3月 杨成武、于立金 傅崇碧被揪出 3月27日 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了彻底粉碎 2月逆流新反扑的大会 却说杨、于、傅是516的黑后台 和杨、于、傅有关的人被清查 1968年7月28日 毛泽东向知识分子集中的单位 派出公宣队、军宣队、造反派的历史终结 自1967年秋后 一些进入了各级集委会的造反派 头头相继被边缘化 但有些造反派骨干分子 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 在一些省市搞反复就 反对集委会 这使得清查516运动又开始升温 一批反复就的人成了516分子 1968年底 中共中央成立清查516专案领导小组 陈伯达任组长 谢富智 无法宪为领导小组成员 1968到1969年 清查516运动时 断时续地在一些单位内部进行 在全社会并没有很大的声势 这可能是由于的确没有516 这个所谓反革命阴谋组织 难以进行下去 第二个高潮 保卫红色政权 1968年9月5日 随着新疆集委会的成立 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 很多地方的集委会 在权力分配上排挤了造反派 或利用集委会的权力镇压造反派 很多地方枪毙进入了 集委会的造反派头头 如山西枪毙了杨成效 天津枪毙了成国父 枪毙前游街示众 当时公布了他们的罪行 即使这些罪行属实 也不够枪毙 造反派哪能心服 所以 葛委会成立以后还不安定 1969年4月中共九大以后 中央领导集团恢复秩序的愿望 更加强烈 而被边缘化了的造反派 仍然要按照毛在运动初期的指导思想 继续造反 这就引发了清查516的第二次高潮 周恩来在1969年9月20日晚讲话中说 九大以后 产生了以毛主席为首 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 各地也早已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集委会是中央肯定的 有的地方还要闹 还要夺权 你夺谁的权 不是要夺无产阶级的权吗 这就不简单是极左 如果不改 还要闹 后头就必然有坏人 他们的这种做法 其性质基本上是1967年的56活动 原来搞56挖56的时候 我们提了四条 第一不要扩大化 第二不要让劳保翻天 第三要区别对待 第四要促进大联合 提了这四条当时是需要的 但是不能强调了不扩大化 就不敢动了就缩手缩脚了 中央各单位还没有搞深搞透吗 1969年年10月29日 副总理兼公安部长谢富志在教育部 文化部 学部的讲话中说 56反革命集团是很凶恶的敌人 他们的反革命目的和活动 是直接指向毛主席 林副主席 指向毛主席为首 林副主席为父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是指向毛主席亲自领导 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同时 这个反革命集团把毛头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 他们是破坏无产阶级文件大革命的 他强调 要放手发动群众 把清理阶级队伍搞透 特别是把56反革命集团搞深搞透 要坚决搞 放手搞 发动群众搞 不要只是少数人搞 1970年年1月24日 周恩来 康生 江青接见中央直属系统 文化部 学部 教育部等单位的军宣队代表并讲话 周恩来说 56不单是在1967年发表了56通知才有的 活动是有根据的 早就存在 通过两年半 逐步认识 得到了一些资料 现在比以前认识轻了 现在还是要继续揭发 批判 周恩来指出516有两个系统 大得以学部为中心 还有外势口 政法口 农林口 公交口 文化口 教育 宣传 民族 统战 军队一个口 大的是方面军 军队是冲派 是新三军还有学校较小56 大专院校以学生为主 康生说 搞清王 官 七 阳 于 傅 肖华是怎样阴谋篡夺基要大权 这是516专案的主要问题 江青说 516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 是单线联系 他们上不告父母 下不告儿女 他们搞秘密活动 这是不许可的 第三个高潮 327通知 经过紧锣密鼓的动员 1970年3月27日 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 中发197020号 通称327通知 这个文件是周恩来主持起草的 文件一方面提出防止扩大化 有的单位七分之一以上的人都被打成516分子 另一方面又说将这些反革命清理出来 是什么组织就叫什么组织 是什么性质就定什么性质 不要一律叫56 当时清查516时都追查什么时候参加516组织 填什么表格 由于根本没有这个组织 追查不出结果 327通知提出不追查 是不是参加了516组织 半年以后 周恩来进一步阐述了327通知 他说 搞阴谋活动就是56 而不在其名称是什么 重点不在这个组织是否叫516 填表不填表都不是主要的 主要是他们的反革命活动 要重在罪行 这样一来 只要参加了某些活动 就要当作516分子进行追查 从而使清查进一步扩大化 有些单位本来清查有困难 由于327通知中有反扩大化的内容 就松了下来 1970年11月20日 周恩来说 今年3月27日发了个通知 他们又抓住327通知中提到防止扩大化 变成一风吹了 运动规律就是这样 几番起伏 这次无论如何要追到底 1971年2月8日 中共中央发出了 关于建立五十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 中发197113号 通称二八决定 宣布成立以吴德为组长 李震为副组长 以杨俊生 黄作珍 于桑等 为组员共13人组成中央五十六专案联合小组 这个文件规定 在清查五十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过程中 既要防止扩大化 又不要一风吹 就必须集中力量抓五十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一系列罪行 将它一个一个落实 而不要一开始就笼统地追查组织关系和是否填了表格 为搞好清查五十六反革命分子 要号召大家认真学习1943年8月15日 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 还要贯彻执行毛主席在当时关于一个不杀 大步不捉的指示 至于现行反革命主犯和重大刑事犯 当然不在此里 外语学院红旗成员张韩之向毛泽东写信 告北京市集委会主任谢富志的状 说谢在外院支持的一派616兵团是反总理的 海军在外语学院的之左坐在616这一边 毛对张的信做了指示 大意是北京市不抓516 要视为解决这个问题不容易 请周总理出面解决外语学院的问题 周就调走了来自海军的之左部队的大部分 改为8341部队 加强了外交部系统对516的清理 北京市群众揭发涉及到5万多人 触动的有145000人 下面报上来的重点人700多人 3000人进入了留宿学习班 清查516运动中 由追查是否参加516组织到追查罪行 各地就确定了很多事件 追查事件的参与者 这时516的罪行面不断扩大 1967年8月 516罪行只有两条 反军和反无产阶级司令部 九大以后又加了一条 反对集委会 到1971年这次清查516的高潮中 516的罪行几乎包括了文革以来 造反派所有的行动 1971年6月30日 清查办公室负责人陈伟 部队干部 原秦皇岛航校校长 在画画中提到516的11项罪行和15件事 15件事是烧英国代办处 揪流火线围困中南海 揪军内一小撮抢劫国家机密档案 卫生部黄树则专案 泄露中央领导人的健康机密 利用稿专案为幌子 搜集整理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人的材料 1967年5月13日冲三军演出 1968年6、7月在北京航空学院等地开会成立全国无产阶级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 演黑戏、出黑书、开黑会包括天津黑会、杂烂公检法等 7月27日清华大学开枪打工宣队等 有的地方以掌权的军政领导人划线 把反对当地军政领导人的活动也作为清查516的内容 如四川省列出全省清查516的12个重大事件中 把发动打谢运动仪式也排了进去 谢氏四川之左部队负责人谢家祥 南京将反对过许是有的人都当作516分子清查 按这样清查 所有的激进造反派都不能幸免 清查516运动成了不可收拾的乱局 清查运动的重点就是要挖出5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黑后台 谁是黑后台呢 开始说黑后台是王、关、七、杨、于、父被打倒后 又说黑后台是杨、于、父 三、二十七通知又把萧华、杨成武 于立金、傅崇璧、王立、关峰、七本宇都列为操纵者 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陈伯达倒台以后 又说清查516专案组的组长陈伯达是黑后台 在各省 一些与掌权的军政官僚不一致的老干部都成了516的黑后台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 在913事件以前 批评林彪是516的一条重要罪状 反对林彪的必定是516分子 913事件以后 又说林彪是516的黑后台 更为蹊跷的是 1973年10月22日 516联合专案组副组长 中共公安部核心小组组长 部革命委员会主任李震 被发现死于公安部大院的地下热力管道沟内 死亡时间初步判定为21日夜间 死亡原因不明 开始中央认为是他杀 还对有关人员采取了措施 后又定为畏罪自杀 李震虽然是联合专案组副组长 组长吴德 北京市集委会主任 但他监管专案办公室 这个办公室就设在公安部 516专案组具体由公安部负责 李震在公安部管业务工作 承办中央直接交办的是 直接向周恩来汇报 为罪自杀 什么罪 没有公布 值得一提的是 周恩来生前已经弄清 全国并不存在一个516组织 但作为全国抓516总司令的周恩来 始终没有表过态 更不用说认错了 外交部清查516 外交部清查516运动 是毛泽东直接关注和周恩来自始至终具体掌握的 外交部是全国抓516的先行单位和样板单位 文革之初在陈毅部长的指示下 以姬鹏飞常务副部长为首的外交部党委 进行横扫外交部的牛鬼蛇神运动 部党委将一批大小干部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其中包括副部长王炳南 陈家康 部党委委员兼国际政治研究所所长梦用前和一批司局级干部 组织群众对他们进行了残酷斗争 后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 造反派超出8个麻袋材料 是部党委对所谓有问题的干部与群众整理的定性材料 1966年12月20日 外交部的200多人发起成立了造反组织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 外交部党组织力图予以解散 12月26日 周恩来指示 外市口可以成立革命群众组织 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后 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成员迅速增加到1700多人 而当时外交部全部人员也就2200多人 1967年1月18日中午 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决定向部党委夺权 周恩来与陈毅都支持这次夺权行动 并祝贺夺权胜利 对于外交部的夺权方式 周恩来却明确规定 外交大权在中央不能夺 外交部夺权应是领导运动 监督业务 成立部 私两级业务监督小组 周总理还态度鲜明的指示 表情符号 伤心 今后 没有部 造反派 监督小组签名的文件 我不看 2月16日陈毅参与了大闹怀仁堂 在反击2月逆流中 外交部造反派一些人提出打倒陈毅的口号 由于毛泽东并不想打倒陈毅 而只想让造反派对陈毅烧一烧 因此 造反派搞了两个多月的 打倒陈毅活动 没有实质性进展 陈毅虽然因2月逆流IP 还是以外交部长的身份参加外事活动 得知毛泽东底牌的周恩来 在打倒陈毅的问题上 每次都是旗帜鲜明的保陈毅 结果 想打倒陈毅的造反派 就对周恩来不满 一些人将斗争矛头指向了周恩来 5月下旬 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战的第一把手 王中旗等少数人 也以56纵队等战斗队名义 公开贴出了影射周恩来的大字报 毛泽东得知出现反周大字报后 立即命令中央文革出面予以制止 5月份 外交部的王海荣 唐文生上书毛泽东 反映外交部和社会上 有一股攻击总理的风气 毛泽东批示说 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 10月18日 副部长韩念龙在外交部大礼堂 召开全部大会 宣布周总理指示 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战和新族 有人同516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周恩来的指示一公布 长期得到周恩来支持的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战 请客瓦解 所属成员纷纷退出 在1967年5月 外交开始了抓516的运动 当1968年中央正式部署开展抓516运动后 周恩来指示外交部要以抓516为运动中心 当陈伯达流露出抓516出现了扩大化倾向时 周批评说 运动才开始怎么能讲扩大化 这会对群众运动颇冷水 他强调 抓516主要是看罪行 查证据 不要专门追查 是不是参加了516组织 是不是填了加入组织的表格 姚登山参加516 难道还要填表吗 姚登山就被定为外交部头号516分子 在工人体育场万人大会上批斗 后送入秦城监狱关了9年 姚登山1936年入党 解放战争时期任独立团团长兼政委 他是一位直来直去城府不深的干部 1966年3月任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参赞 1967年苏哈托发动军事政变 推翻了苏加诺政权 杀害了印尼共产党领导人艾蒂和大批共产党人 中国一直是印共的坚定支持者 大力向印尼输出革命 苏哈托政变也随之引发了反华浪潮 大批人围攻中国大使馆 断绝了大使馆的供水和粮食 中国驻印尼大使应召回国 留下姚登山任临时代办 姚率领使馆工作人员 与印尼围攻使馆的势力进行斗争 受到毛泽东的表扬 1967年4月22日 印尼政府下令驱逐姚登山 他一下子成了英雄 4月30日 姚登山等人抵达北京 一下飞机 受到周恩来 江青 陈伯达 康生 李富春 陈毅 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的热烈欢迎 5月1日晚上 周恩来又让姚登山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参加焰火晚会 毛泽东接见了他 并和他合影留念 第二天 毛主席接见他的照片登在人民日报上 被誉为红色外交战士的姚登山一举成名 回北京后 姚登山卷入了外交部的斗争 站在造反派联络站一边 被联络站和新组负责人聘为顾问 周恩来点名说姚登山是516反革命分子 姚登山和王力一样 因外交部的文革问题一下子从大红大紫的英雄 变为秦城监狱里的囚徒 为了追查516分子 周恩来到外交部亲自动员 他找外交部造反联络站一些头头和骨干 劝说他们坦白交代 让他们起带头模范作用 新闻司科源承受三合黄安国响应号召 承认他们是外交部516的组织部长 还供出上百人 周恩来动员林肇南坦白交代 林交代了 后又不承认 姬鹏飞又动员又交代 又不承认 被人们传为七进七出 林肇南是一位老干部 文革后出任驻土耳其大使 和中央其他部门一样 清查516分子很长时间是在五七干校里进行的 由于逼供信 干校的大部分人都变成了516分子或嫌疑分子 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何方 那个班里连一个党小组长也找不到了 只好请外单位随丈夫到干校的一名非党型党小组长的职责 1968年秋突然将外交部属下的世界知识出版社漫画家朱根华关了起来 说他是五十六分子 他被关在一个暗房里 24小时不见阳光大小便都在室内 1969年他被两人押往湖南优县的外交部五七干校 还将他妻子和两个孩子下放到甘肃 一去十年家庭从此离散 在干校里除了劳动以外经常是24小时连续审讯 多次挨打 1970年5月5日 干校开批判大会当场戴上了五十六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批斗会上被扭断了手臂成了终生残疾 1970年4月5日苏欧斯唐贤要被逼自杀 死后说他是死不悔改的五十六反革命分子 被埋在干校附近的山上 后来干校撤销了 唐的沽坟很长时间还留在那里 外交学院的青年教师彭宁也在审查五十六中被逼自杀 外交部清查五十六的运动有三个阶段 1967年底至1969年底 为摸底排队时期 1970年至1971年 为全面铺开时期 1972年至文革结束 为戴帽扫尾时期 外交部清查五十六运动取得了辉煌战果 在1972年的定案人数分别为 正式的五十六反革命分子二十人 化为敌我矛盾性质呆处理的三十一人 因五十六问题给予各种处分的八十余人 定违犯严重错误的一百七十多人 因五十六问题而属一般错误的一千四百零八人 共计一千七百多人 受到惩处的人占外交部总人数的一半以上 外交部戴五十六帽子的二十名干部 八十年代都或平反并分配了工作 文革结束后 直到八十年代 外交部的五十六冤案才大致洗血 人员给予平反 恢复待遇 分配工作或离休 1981年 姚登山的五十六反革命分子也被取消 但还留下留党查看一年 自1971年11月至1972年11月止的处分 1980年8月 姚恢复行政十一级 1985年6月离休 1998年在北京逝世 农林口清查516 谭振林是二月逆流的主将 毛泽东批评二月逆流之后 各院校的红卫兵纷纷进驻农林口的各部机关 到处寻找攻击谭振林的炮弹 他们发现 当年创建解放军南京路上好八连有工的上海警备区政委秦化龙 在农林口机关被作为反党分子受批斗 他的秘书和同情者也被打成了反党分子 批斗秦化龙是根据谭振林的意图 秦化龙曾是解放军上海警备区政委 后调任中共中央农林政治部主任 文革初期任农林口文革小组组长 参与中央文革汇报活动属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 按当时的政治逻辑 既然整秦化龙的是谭振林 现在谭振林搞了二月逆流 秦化龙该平反了 于是红卫兵强烈要求周恩来为他平反 但是国务院农办的保守派延安公社反对 为秦化龙平反 造反派认为延安公社的这种态度实质 就是保谭振林 周恩来建议群众组织就秦化龙问题进行辩论 通过辩论统一认识 造反派对周恩来不满意 1967年5月16日进驻国务院农办 农政机关的北京农业大学红卫兵 宣布成立农业大学东方红公社五十六兵团 并贴出成立宣言 声称要坚决反击二月逆流 舍得一身寡 敢把皇帝拉下马 宣言要求旗帜鲜明的为秦化龙将军平反 翻案 宣言含沙射影攻击周恩来 农大东方红五十六的行为受到批判 在政治压力下 他们马上贴出大字报承认错误 解散五十六兵团 停止一切活动 农业大学东方红五十六 虽然只有一两天的历史 但后来却给大家带来了灾难 1967年9月初 康生和江青在首都红卫兵代表会上 突然宣布 革命小将们 秦化龙不是好人 你们要提高警惕呀 他是五十六反革命黑后台 还有新疆叛徒集团的问题 你们不要保他了 要反戈一击 立新功啊 1967年9月16日 周恩来接见农大东方红的代表 周说 你们很主动吗 四个五点一六分子 首先是你们抓的 你们又揪出了学校里的八个五点一六分子 秦化龙你们又揪出来 说明你们划清界限了 经周恩来批准 农大东方红将秦化龙扭送北京卫戍区 周恩来亲自给卫戍区领导人附重币 黄作真写信 令其请于接收监护 听后中央处理 这仅仅是清查五十六的开始 1969年9月以后 国务院农办 农政和农林口各部机关干部 分别下放到湖北 江西 河南农村办五七干校 不久 中央机关的五七干校按照上面的统一部署 大规模开展清查五十六反革命运动 国务院农办 农政机关军代表宣布 中央已将秦化龙定为五十六反革命黑后台 正式批准逮捕关入秦城监狱 那些保秦化龙的干部 被划为五十六反革命骨干分子 被隔离审查 残酷斗争 强迫队们交代五十六反革命罪行 1970年元旦刚过 干校军代表召开逮捕大会 宣布 经中央批准 将农林政治部宣传处处长吴文平 上海警备区宣传部原副部长 作为五十六反革命骨干 由公安机关正式逮捕入狱 会上 农林政治部副主任王振阳 宣传部长黄天祥 教育处长刘子冰和秦化龙的秘书许仁俊 分别作为五十六反革命后台和骨干陪斗 随后 516专案组趁热打铁 突击审讯 大搞逼供信 他们实行三班倒审讯法 有一次对许仁俊连续72小时残酷审讯 一些干部不堪侮辱虐待愤而上吊或跳井自杀 1970年3月 清查516的327通知下达后 农林口机关的清查运动进一步深挖和扩大打击面 1970年11月29日 季登奎到农林部给核心组成员的指示中说 五十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是很凶恶的阶级敌人 不肃清会有后患 农林部的五十六问题没有揭开盖子 季登奎要求追查以下问题 一有没有人去冲中办学习班的 冲中办学习班是整汪东兴同志的材料 抓汪联络站就在水产部大楼办公 二农林部有没有人去围困中南海 及揪流火线 这个问题搞清楚了吗 三有没有人参加秦画龙的八七黑会 回来怎样贯彻的 交代了没有 四砸机要是抢档案有没有 四为秦画龙平反 对抗周总理指示 查清了没有 五农林口各部与吴传起 潘子年农大516的联系要查清 六在抓516时出现的反动标 与抓56防止为二月逆流翻案 五十六市造反派等查清了没有 持续了四年的清516运动 在农林口继续进行 1971年9月 林彪事件发生后 专案组突然召集被清查的人 开会宣布 你们五十六反革命集团的后台林彪 已经彻底完蛋了 被清查的人听后面面相去 哭笑不得 林彪集团垮台后 农林口干校清查516专案组摇身一变 又成为反林彪的英雄 他们继续对被清查的人进行审查 天天让清查对象反复读南京政府向何处去 敦促杜玉明等投降书要求联系思想 活学活用交代五十六反革命的活动和组织 1974年设在湖北沙阳劳改农场的国务院农办 农政五七干校宣布撤销 清查516专案组也解散了 被关押隔离审查五年多的清查对象 终于获得自由被允许回北京同家人团聚 但是清查516并没有宣布结束 要清查对象在北京家中继续等待处理 后来政治形势有所变化 清查对象们不甘心当五十六反革命分子 一心想搞清楚到底什么是516 以便营救仍然身陷域中的秦化龙和吴文平 有一次清查对象许仁俊和上海警备区党委办公室 原主任刘子冰相约 一起去见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心 刘传心曾经担任上海警备区政治部副主任 秦化龙是他的老领导 吴文平刘子冰和许仁俊都是他的老部下 文革期间刘传心随部队进北京执行军管任务 任北京市公安局长 多年不见刘传心在天安门附近的办公室热情接待他们 对老首长秦化龙和老部下吴文平的悲惨遭遇 刘传心早有所闻也深表同情 许仁俊等们希望从他那里探听一些有关516的信息 刘传心眉头紧锁 指着办公桌上一大堆档案说 你们看 我在北京市抓了许多五十六 关在监狱里 材料一大堆 至今我还不知道怎么处理呢 刘传心还伤感的向许仁俊等诉说 我在这里抓五十六 我妻子在江苏却被人家当作五十六抓起来 至今还关押审查呀 究竟什么是五十六 我也说不清文革结束后 刘传心因镇压1976年的四五运动 参与了其他四人帮的活动接受审查 1977年5月19日自杀身亡 梁氏部清查516 在梁氏部 均代表制造了梁氏部五十六阴谋集团的冤案 这个集团已诸向远 原梁氏部科学研究设计院绵阳所技术员 文革后任民建中央副主席 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 廖柱南 原梁氏部办公厅办事员 文革后为国家梁氏储备局的司局级干部 为黑头目 陈国栋 原梁氏部副部长 党组书记 文革后为梁氏部部长 党组书记 中共上海市委书记 普通修原梁氏部党组成员 政治部主任 文革后为教育部副部长 为黑后台 原中监委驻部监察组副组长苏生 行政时级 原计划司司长吴元洪 行政时级 被打成黑顾问 原中监委驻部监察组监察员 窦桂林 行政12级 原农村粮食管理司价格处 处长马洪柱 行政12级 原机关党委办公室主任 顾志达 原政治部组织处处处长徐瑞 宣传处处长秦焕民 原计划司计划处处处处长郑志勋 原办公厅宣传处副处长吴硕等 7人被打成黑参谋 原机关党委办公室办事员陈其震被打成集团第五号人物 在游行集会人群后边摇旗呐喊的司机 电工 理发员 收发员 服务员 保育员都未能幸免 多人被打掉牙齿 打拢耳朵 打断胳膊 两人被整死 粮食部被打成五一六分子一百二十三人 占干部总数六分之一 另外 据保卫科干部王某的统计 粮食部还有坏分子和各类阶级敌人共三百多人 占不离总人数近一半 1967年9月 国务院决定向各部委派军代表 9月20日 解放军总后勤部营防部副部长樊省宣 进驻粮食部任军代表 当天两派群众实现了大联合 做到一起开大会欢迎他 在群众组织大联合实现不久 反对原来两派成员从亲一派 疏远一派发展道之一派 押一派 陈其震和一些人多次跟他面谈 希望他改正 他拒不接受 被押的一派就给党中央 国务院领导写信 这些信或三人五人 或十人八人联名 共写了十来次 结果 这些信转回到军代表的手里 他以斗司 围剿派姓等名义办学习班 批评写信的人 说有人要把军代表赶出粮食部 要这些人检讨 写信的人据作检讨 军代表认为阶级斗争复杂 敌人隐藏很深 1969年8月 国务院将粮食部 商业部 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合并 先合署办公 9月 粮食部留下三十几个人搞业务 搬到三里和 樊留在北京 副军代表迪孟僧率领六七百人 到河北省顾安县的五七干校搞斗 批评 运动的重心移到五七干校 1970年1月18日 军代表在北京召开粮食部 清查516动员大会 传达了中央领导人 关于清查516的讲话 樊省轩在会上声称 五十六的魔爪身向了粮食部 朱向远因松义有问题 给他们办学习班 于是 这几个人被隔离审查 因是粮食部科学研究 设计苑安路所的技术员 是粮食部造反组织 大联委12名勤务组成员之一 动员大会以后 返省宣到固安五七干校 坐镇指挥清查 2月5日 给陈奇镇办学习班 对他隔离审查 审查陈奇镇的专案组 有五个人 不许他走出房间 上厕所要请假 经允许后 由学习班的人陪同去 买饭 由学习班的人代办 不许和外界联系 让他解下腰带 鞋带 交出刮脸刀 搜走了所带的东西 与此同时 派人到陈奇镇 妻子单位 要那里出人 到他家里搜查 隔离审查期间 每天要他交代 和五十六关系和活动 不按要求交代 就让他到毛泽东 向前低头弯腰 几个小时 至十几个小时 后来 将陈奇镇转移到 离生活区 二百米以外的 一所房子里 房内有两间屋 陈奇镇住小屋 十平方米左右 窗户用木板钉死 与大屋隔板上 有一块玻璃 二尺建方 也从外边胡死 靠下方留了一个 火柴盒大小的撂望孔 室内放一潭鱼 供大小便用 一天给一暖瓶热水 供饮用 洗脸 漱口 每天拂小 准他出屋一次 到室尿 接一脸盆凉水 专案组的人住 隔壁大屋 二十平方米左右 搬来当天 组长就抡开绑壁 一脸打了 陈奇镇五六十个耳光 问 厉害不厉害 不交代有你好受的 此后几乎每天挨打受骂 除拳打脚踢外 还用木棍子 木板子 门上的弹簧公子 捅炉子的铁钩子打 除专案组两人打以外 隔几天还从连里 武器干校采用军事编制 连 排 搬 找四五个人来 打两三个小时后 扬长而去 到了冬天 室外温度降到零下十几度 没有取暖气物 毛巾沾水以后 冻成冰棒 这样的冷天 把陈奇镇的棉衣裤扒下来 剩下贴身衣服打 胯部以下至脚踝 被打腿油青辫子 变黑 像焦炭一样 两个多月不能迈步 走路的慢慢蹭 专案组长用铁炉钩子打他的手 打一下问一句 说不说 打的手指手背轻肿 无法握拳 拿不住东西 头发长了 不准理发 胡子长了 不准刮脸 十来个月没有洗换衣服 没有裤带 站起来就得手提裤子 十二月上旬 专案组组长让陈奇镇 看粮食科学研究院翻译胡某写的认罪书 胡承认是516 还描述了参加的经过 过了几天 专案组又把陈奇镇押进一间空屋 收听五十六集团另一个人的认罪录音 他在公述罪行时 点了陈奇镇的名 编造了策划阴谋 时陈奇镇说的话 收听后 组长说 你上边的交代了 下边的也交代了 同伙都交代了 你想想怎么办吧 陈奇镇被折磨得难以忍受 就像专案组说 1967年4月19日 参加了516和以后的活动 专案组穷追不舍 逼他交代更多问题 他无法再编下去 就对专案组说 我不是五十六 前两天说是五十六 那是假的 组长一听 顿时火冒三丈 劈头盖脸的打他 他的手指把陈奇镇 太阳穴的血管划破了 鲜血成串的滴到地上 他看到流血了 助手说 把你以前交代的假情节 给我改掉了 陈奇镇说 都是真的 都是真的 为什么叫五十六 不叫四十九 陈奇镇现在才知道 516反革命集团 是5月16日才有的 他的日子早了 便急忙表示 我端正态度 专案组说 敬酒不吃吃罚酒 为了防止再翻供 组长问陈奇镇 跟你们活动的那伙人 你说谁不是五十六吧 陈奇镇说了一个尊敬 和信赖的人名 组长说 他承认了 第二天 专案组又叫来两个是 陈奇镇的好朋友 看见他俩 陈奇镇气不成声 他俩语义双观地对陈奇镇说 抗是抗不过去的 都各奔前城了 争取个好出路吧 陈奇镇看到这么多人都顶不住了 心想 我顶得了吗 那就编吧 他就开动脑筋编造 1971年2月16日干校召开群众大会 叫陈奇镇认罪 陈奇镇宣读他编造后 经专案组审改的认罪书 说1967年5月下旬 先后经三人介绍 三次参加五十六阴谋集团 认罪以后 专案组宣布军代表决定改善他的待遇 可以给家里写信 可以和学习班的其他人一起到食堂买饭 可以去小卖部买东西 上厕所不必请假 但仍不许和外界联系 其他被清查的人同样经受像陈奇镇这样的遭遇 1974年1月14日至16日 已经恢复工作的陈国栋在干校召开有36名清查受害者参加的座谈会 一些被整的人诉说了自己挨整的情况 原粮食部政治处的工程说 他被打掉八颗牙齿 胳膊打断 手不能动了 饭拿来 用嘴从碗里舔 像狗吃时一样 半年没洗脚 头发长了 胡子长了 不能理发 不能刮脸 原楚运司科员牛孟辰说 李承 五连指导员 原财快司十五级处长 达里有发 原财快司办事员 一百多个耳光 一边打还一边问 我打过你吗 楚运司科员范大林说 我从1970年2月4日起被管制 到1972年3月被放出 780天全在干校 我脖子上被挂八块砖 一挂就是两三个钟头 甚至三四个钟头 连续有80天 打我 打断了几根棍子 打嘴巴子 打得鼻子流血 张强 原政治部十七级干部 被打成集团第四号人物 说 点名要我交代周康民 原粮食部副部长 中监委驻部监察组组长 老红军 是后台 把大便打到裤子里 坐老虎凳 把腿绑在长凳上 往脚下加砖 从下午两点到六点 四个小时 原粮科院翻译胡说 杜子成 原粮科院翻译 因被整 上吊身死 死了海渣各稻草人 召开批斗会 还派人到他妻子那里 下门去拿了两张照片 说渡有作风问题 被打成516骨干分子的 廖柱男 2010年给炎黄春秋的 投稿中写道 天寒地冻 屋内无暖气 我穿着棉衣棉裤 坐在小板凳上 冥思苦想 丹京节律 确实在公布出什么 5.16分子 白天写三四千字的材料 晚上又构思新故事 都不对他们的胃口 专案组人员便行训逼供 揪头发 扇耳光 跪地板 泼冷水 全打脚踢 专案组还将20多斤重的铁疙瘩 用粗绳捆结实后 挂在我的脖子上 低头弯腰 挂了不到5分钟 我便气喘吁吁 大汗淋漓 双腿发抖 腰酸被痛 晚上12点 未写完交代材料不准上床 即便上了床 也经常会在半夜被叫醒审讯 他们用粉笔在地上 画一个锅盖大小的圆圈 让我站在中间 每天从早到晚站16小时 期间 只给几分钟小姐时间 三顿饭站着吃 站久了 支持不住 昏倒在地 专案组人员用凉水把我颇醒 或猛踢脊脚 勒令晕厥的我马上站起来 1973年 对粮食部清查的结论是 经清查 原粮食部没有发现56反革命组织 也没有发现56分子 其他中央单位的清查516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 简称学部 是清查56的重点单位之一 1966年6月26日 时任中央宣传部长的陶铸 向学部派出了以国务院文办主任 张继春为首的工作组 这个工作组进驻学部后 急与吴传奇 林玉石 潘子年相结合 共同领导学部的运动 潘子年当了学部文革主任 吴传奇也成了学部文革领导成员 由于他们和官风有一些关系 积极参与造反 后来自然成了清查516的重点 文革期间 学部成立了几个观点不同的群众组织 他们从王、官、七等渠道 得到上面一些信息 看风造反 互相攻击 这几个个组织的头头 也成了清查516的重点 学部被打成56分子 占总人数的一半以上 近十人死于非命 我中学的一位同学 在历史所当研究生的尹斯德 也不明不白地死了 913事件后 由于没有向重点审查对象 传达林彪问题 清查对象故意在大会小会上 继续交代反对林副主席的罪行 为了阻止这样的交代 11月初专门召开了 这部分人的会议 会议开始后 知左部队66军一个师的副政委 宣读文件后说 你们这些56骨干分子 交代了23年 连你们的黑后台都还未交代清楚 今天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们 你们的黑后台就是林彪 你们必须老实交代与林贼的黑关系 中国科学院物理 所有100多人被打为516反革命分子 是物理所见所以来的最大冤案 卫生部也是一个清查重点 1967年3月10日 卫生部的造反派开了一个会议 批判城市老爷卫生部 会上把一些中央领导人 享受医疗特权的事也暴露了 揭露了高层腐败情况 周恩来说孙正搞了个3.10 把老爷卫生部和中央首长的病例 混同在一起 刘维栋在卫生战报第49期上 把对方许多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 集中起批评对方 把内部东西公开暴露了 我下命令把它拘留起来 拘留是为了防止扩散 李先念说 搞三十会议的这些人都是特务 周恩来说著名医学专家 中央领导人的保健医生叶新青 是个江湖医生 叶被打成了516分子 中央乐团在清理阶级队伍和清查516运动中 有四人不堪诬陷迫害和酷刑逼供而自杀 首席小提琴首杨炳孙等 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 杨被判刑十年 合唱队员王鹏被判刑八年 同时 近百位嫌疑对象被下放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乐团两派造反派组织井冈山 东方红几乎全军覆没 骨干人物都成了516分子 有的人先审查别人516 后来自己也成了516 交响音乐杀家帮创作组组长 在交响音乐杀家帮中饰演郭建光的演员张云青 也成了516分子 近百位嫌疑对象被下放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各地清查516 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 全国各地都开展了清查运动 以广西为例 在自治区清查516领导小组的部署下 各地是先后成立了清查516领导小组 组成4219人的专案队伍 在清查过程中 全区列出清查事件68起 涉及干部群众数千人 大批人被搜查抄家 有的被刑讯逼供 捆绑 殴打 有的被逼得精神失常 有的被迫害致死 各省清查516的具体情况不同 但反军 反对大联合 反对集委会 或反对集仇 都是516的罪行 这次运动的镇压者是之左部队或是集委会 被镇压者是造反派中激进分子和大批无辜百姓 有些地方与清理阶级队伍和一达三反相交叉 各省所用名称也有不同 贵州踏平 天津清理二黑一杂 江西为三查 广东和广西为贯彻七三不告 清查反共救国团 湖南为贯彻一二十四指示 批判省无连思潮 湖北为贯彻九二十七指示 清查北 绝 阳 四川先为贯彻十二二十五批市 批判刘洁亭 张锡亭 后卫一批双清 省级委中的军队负责人大整八二六派 全省抓捕和判决了数万人 由于各地群众组织分裂成不同的派别 各派利用清查五一六的机会打击对立面 军政官僚集团的各种政治势力 利用群众组织的派姓 对各自的政治对手实行镇压 清查五一六运动 全国各地大小监狱再次爆满 整死 逼死的人无数 作为首善之躯的北京 除了中央单位大规模的清查五一六以外 北京市属单位也无以幸免 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场 是毛泽东搞文革的试点单位 当时被当作执行政策的样板 1970年3月 8341军管会在二七场开展清查五一六运动 全场被打成五十六反革命的职工数以千计 其中 徐凯名列第一 被军管会隔离审查 多次组织全场大会批斗 1972年11月被宣布为五十六反革命的骨干 实行群众专政 1978年12月23日以反革命罪逮捕 1982年10月1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徐凯七年徒刑 从1970年3月到1983年9月徐凯失去自由十三年多 徐凯何岁 1966年文革开始时 他23岁 是助攻车间一名工人 任车间团总支书记 他响应号召参加了文化大革命 1967年3月 北京市要二七场推选一名工人群众代表 筹备北京市工代会 为建立北京市集委会做准备 一开始让工具车间的刘夺喜去了筹备组 因为他职称是技术员 而北京市要求是工人 刘易喜回到二七场 经过讨论 认为徐凯出身好 是翻沙工 就推选他到北京市工代会筹备组 北京市集委会成立后 徐凯被推为北京市集委会常委 工代会第一副组长 这是他被打成五十六骨干分子的主要原因 当时夹在他头上的种种罪名纯属子虚乌有 从江苏清查五一六运动的情况可见一般 武汉720事件发生后 南京军区内的造反派与地方的造反派主要是洪总这一派联手 几次冲击南京军区首脑机关 要纠斗司令员许室友 毛泽东力保许室友 1968年3月23日 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许室友被中央任命为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 1969年中共九大上 许室友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反军是五一六的主要罪状 反对许室友就是反军 许室友又是毛泽东信任的中央领导人 这样又可以将五一六的另一主要罪状 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 加在江苏造反派的头上 许室友不饶恕反对他的人 他在一次会上说 江苏的主要工作是两蛙 一是挖煤 二是挖五十六 说到这里 他举起拳头怒吼 都是挖黑的 挖煤就是响应毛泽东 要改变中国北煤南运的情况 在南方找煤 许室友通过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找煤 结果是劳民伤财 以失败而告终 抓五一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当时许室友等人认为 五一六组织在江苏已遍布各条战线 各个领域 具有群众性 隐蔽性 顽固性 欺骗性 十分反动 十分危险 根据这一判断 全省做出了破口 围点 扫面 深挖的清查部署 打了一场全歼五一六的人民战争 省地市县各级设立了由军队支所人员组成的第二专案办公室 简称二办 南京称三百二十办公室 同管清查工作 有权居留 逮捕 关押 审讯五一六设案人员 省二办还设立了关押五一六要犯的看守所 并从部队调来一个联负责看押警戒 受许室友委托 省二办有主持省委日常工作的支所大员吴大胜独管 省二办为了深挖全歼五一六 还列出三十一个问题 事件 不管有没有填表参加五一六组织 只要沾上其中一条 都要戴上五一六帽子 1973年底 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 许室友调往广东 鹏冲主持省委工作 江苏省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受害者的人数才有所透露 1975年春 江苏省委第一书记鹏冲说 江苏清查五十六 不算徐州地区 被定为五一六的有十三万人 当时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从各地市县法院收集的信息 在清查五一六中全省共死亡两千多人 伤残人数更多 根据后来官方公布的数据 在1970和1971年运动高潮期间 江苏全省有十三万多人受到五十六分子的指控 有五万七千多人在刑讯逼供下坦白交代 自证其罪 有六千多人在关押审查期间死亡或者落下永久性的身体或精神残疾 据江苏省落实政策办公室的统计 江苏省在清查深挖五一六运动中 全省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 多达二十六万多人 其中被关押批斗的十三万多人 死伤六千多人 其中被逼死打死的两千五百四十人 江苏省的清查深挖五十六运动 比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的伤害面要大二十倍 一些被确定为清查运动重点的单位 被害者人数令人震惊 例如在南京电子馆场 三千八百多名干部职工中有二 七百多人被迫接受审查 一千二百二十六人被认定为五十六分子 七人死于刑讯逼供 在南京市政建设公司 有一千二百多人接受审查 约占该单位干部职工总数的百分之六十 其中八百九十四人被打成五十六分子 一九七零年四月开始清查时 首先将南京大学作为突破口 吴大胜亲自抓 派省即委党的核心小组 当时省委尚未恢复 成员池明堂蹲点 要求造出声势 搞出经验 推动全省 经过四个多月的清查深挖 南京大学关押五十六分子 一百零八人 点名五十六分子 二百四十八人 挂上大名单的五一六 嫌疑分子一千一百五十四人 共有一千五百亿十人 卷入了五一六漩涡 其中有二十亿人跳楼 字役 卧鬼自杀身亡 南大为何能在较短时间内 打出成批五十六分子 主要靠所谓军事压力 大搞逼供信 连续战斗几昼夜 最多十三个昼夜 的疲劳审讯 为了攻下顽固堡垒 对被审查者 适用十几种刑罚 校体育室一位老职员的夫人 是瞿秋白的堂妹 因对清查五一六运动不满 写了一封匿名信寄给新华日报 很快就被查出来了 军宣队就在一次全校大会上 宣布了他的罪状 然后直接从大操场 拉出去枪毙了 在南京大学蹲点 抓五一六的石鸣堂 是一位1938年 参加革命的地方领导干部 南大被打成五一六的一位 中层干部检举他是五一六 石鸣堂于1971年10月 被隔离审查 不久投进监狱 这一突破后 省二半对全省地市厅局 及以上地方领导干部 进行排队摸底 查出涉嫌五一六问题的人 在省级领导干部中 占百分之七十二 厅局级领导干部中 占百分之三十八 十五个地市领导干部中 占百分之四十一 地市一把手中占百分之六十九 在江苏之左的军级要员 吴大胜等三人 也被南大一位被打成 五一六骨干的人 卸份检举 虽未能触动吴大胜 但另两位之左要员 一位被无端怀疑 一位被蒙冤审查 在南大突破后 就重点清查省级机关 当时省级机关连同 省五七干校共五千人左右 清查五一六 在两部分人员中进行 一部分是省级委会机关的 留守人员 另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 进入省五七干校的 脱产人员 在省级机关留守人员中 清查五一六的高潮 在一九七一年 经过春季公事 到一九七一年六月 被打成五一六的人 占百分之三十三点四 为了扩大战果 不久又发动秋季公事 到一九七一年十一月 挂上大名单的五一六 嫌疑分子 多达两千四百余人 连同已经打成五一六的 竟占省级机关干部 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军队干部也未能倖免 据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 省委调查研究组的 调查报告 在省二半秘密档案中发现 被整理材料的 军内干部有二百九十八名 其中军级以上干部八十四名 仅南京军区机关的 军级领导干部就有十一名 省级委会常委四十五人中 有二十五人打成五一六 其中有八名军队之左干部 其余除吴大胜 杨广丽 蒋科三位之左领导人外 都挂上了大名单 作为五一六嫌疑分子 被靠被审查 省级委会领导人之一的 彭冲敬也挂上了大名单 在省五七干校是清查的重点 到一九七一年底 干校三千多人中 点名为五一六审查的 有一千六百多人 挂上大名单的还有四百多人 干校已变成集中审查 关押五一六的老改营 在干校被审查的对象 一律与他人隔离 不分昼夜对清查对象 搞车轮战 经常罚战十多小时 不少受害者实在吃不消 被迫承认参加了五一六 又继续穷追猛打逼交同伙 清查对象像滚雪球般的扩大 一时间干校出现了一种景象 干校内的五一六口供 一批批送出去 干校外的五一六审查 对象一批批送进来 雪球越滚越大 五一六越滚越多 为了做到一个不漏 一网打尽 干校还发动已毒攻毒 要被审查者检举揭发 专案人员和小分队成员中的五一六 这就给被审查者谢分检举的机会 以干校一大队为例 一名小分队长今天逗人 第二天进了密封室 一名大队和新小组成员 今天要五一六缴械投降 第二天就要他缴械投降 大队的一名主要负责人 也挂上了大名单 成了五一六嫌疑分子 以毒攻毒的结果 在干校引起了一场混战 南京市被认定为五一六大本营 三年多时间内 全市各条战线各个领域 从上到下先后组织了 两万多人的清查五一六专案队伍 举办了各类街批斗学习班 三千九百多个 两万多七次 进入学习班的多达二十多万人次 全市上下共召开坦白会 批斗会 宽研会等一千二百多场 收到举报材料两万多件 在一九七一年六月至十月 四个多月内就有五千多人 打成五一六分子 其中骨干六百多人 到一九七二年底 两万多人打成五一六分子 逼死三百多人 仅是商业系统就有三十三人自杀身亡 当时南京有一句顺口溜 五一六 家家有 不是亲来就是有 原市委书记处书记刘忠 在文革初期即因历史问题冤案被关押批斗 开除党籍 清查五一六时又被挂上钩 此时刘忠身患癌症要求查病 却要留中先查思想后查病 结果因延误治疗而早逝 原副市长房镇戴上五一六黑后台帽子 逼供未屈服 净用酒灌罪 妄图房镇酒后土真情套取口供 原市级领导成员中一位女干部 在学习班承受不了逼供性的折磨 被迫承认了是五一六黑后台 仍不放过 直至逼交出三百多名五一六组织网络后才罢休 南京歌舞团副团长 女演员李湘芝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惨遭杀害 文革初期 李湘芝起来造反 并被推选为省歌舞团造反组织红色造反队的勤务组成员 他贴了一张反对找女演员为首长裴武的大字报 并写了一份意见书准备寄到北京 要求中央首长带头不要找演员去陪武 但未寄出 最后 审查者抓住他哀整后说的疯话 将其判处死刑 于1971年9月2日举行公审 然后押赴刑场枪决 江苏其他地势也步步紧跟的清查五一六 以严城地区为例 原地委常委13人 打成五一六的六人挂上大名单的四人 中层干部八十四人打成五一六的四十三人 占百分之五十一 地区公检法机关五百余干警 打成五一六的三百二十七人 占百分之六十五 徐州在抓五一六运动中整了六千多人